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研究股票和期货的区别 在这个时候发明虚拟玩家打法 也不能说发明 这个是我自己发明了这个打法 我自己用 可能很多人自己早就发明了 他们在用 有的网友就跟我说 他说我对这些财务上的东西不感兴趣 我不懂什么股票和期货 我不能说因为为了玩百家乐 我去再去研究股票和期货 这个确实是对的 这个解释可能对一般人来说不太公平 他不懂 我通过这一天通过个网友讨论 就发现了一种 能让更容易让赌徒接受的方式 所以我从这个角度给大家再讲一次 如果你要理解 那就不用听了 无所谓的 我们都知道足球 可能有些人也赌球 我们今天就是从赌球这个方面来讲 我们可以给大家先设定个环境 假如说英超我们都熟悉 还有曼联 曼联我们就传统意义上讲是个强队 是一个赢多输少的强队 我们就用曼联和英超做个例子 我们如果要是在英超里想赚钱 我们看看有什么途径 最简单的就是说我们加入英超 加入曼联 我们是一个球星 我们一年上千万英镑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但是大部分人来说是不行的 大多数人是做不到的 所以我们假设 普通人的通过英超赚钱有什么方法 我们也可以提英超 假设我们可以提英超 但是我们是没有工资的 我们去提 提赢了球队给我们奖金 如果不赢 我们就没有奖金 甚至输钱怎么都好 反正就是 起码你90分钟白跑了 假设这么个环境 这样的话 我们想想 我们赚钱的难度有多大 首先我们每一场都要赢才可以 我们赢的越多 我们赚的越多 我们赢的少 这个就没有意义了 这个时候 最关键的时候 我们要找到一个好的队 我们加入曼联 我们是一直赢 赢的多 我们加入其他球队 我们可能就输的多了 对吧 不是每个队都是强队的 强队就那么几个 大部分是不太好的队 他们的失败的战绩 才供养出强队的战绩 这个时候我们想一下 如果让我们在银钞里赚钱 我们随意选一个队 大部分情况下 我们是不赚钱的 除非你选到几个非常好的队 你赚钱 你选到不好的队 你大多数情况下是赔钱的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范围就比较单一了 我们选不中队 即使你再努力 你没有用 你肯定是输的 而且还有其他因素 别人的怎么样 球队发挥怎么样 都影响到你 所以你再努力 你本事再大 可能没有用 你可能要靠天吃饭了 对吧 说让你选队 你说我今天选了一个不好的队 我输了 第二天我选了个强队 运气好 结果强队也很多输 强队别人没发挥好 输了 等你输了两把 第三次你又选了个弱队 你又输了 搞来搞去 你一直是输的 对吧 所以这个你一点办法也没有 这个呢 假设你选择了在英钞里 通过踢球来赚钱 作为一个普通人 除了基本工资以外 你是赚不到钱的 这时候我们就看一下 说我不会踢球 我可以通过赌球来赚钱 赌这个营钞 赌球我们都知道 我们可以买输赢核 这些各种方法 我们先不考虑一些太复杂的因素 我们先把这什么抽水 胜负的赔率 打平 这些都去掉 假设说我们就是说 这个输和赢 我们就赌曼联输和赢 赌曼联赢很简单 我们买赢 对不对 赌曼联输呢 其实就是我们买另外一个球队赢 就等于说买曼联输 这个我们简单想象 把这个我们赌球 作为这个曼联的输赢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想象一下 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赌什么 其实就跟曼联没有关系了 对不对 我们过去在这个曼联里 踢球 我们只有球队赢了 我才能拿到奖金 但是我们赌球的话 其实我们 这个球队的输赢 跟我们一点关系没有 我们假设说 这个我们专压一个弱队 一个弱队 我们理论上来说呢 我们可以这个 全部压中啊 他输和赢 我们都可以压中 但是在真正的比赛中呢 这个你要让他 这个弱队啊 每一场都赢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啊 但是呢 我们通过这个 赌球啊 我们就能做到 每一场都能从这个 足球队这个比赛结果中获利 这个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想一下 我们这个靠打球 踢球啊 赢奖金获利呢 我们身在其中啊 我们 我们只有一个方向啊 只是球队赢 对吧 但是我们赌球呢 我们是在这个 球队外啊 我们是从 跳出了这个球队 那我们的选择多了一个啊 我们有两个选择 我们可以买他赢 可以买他输 这个如果我们买对了呢 我们还是赢的啊 这样就给了我们两条路 而且呢 我们看到这个 我们赌球啊 或者是这个 跳出球队这个方式啊 去在足球上赢利的话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呢 这个 我们赢利的方式呢 这个 并不受球队战绩的影响啊 有些人说这个 我选择的曼联踢球 对吧 我每场都赢啊 我赢到顶尖 你这个做不到 也不对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这个 赌球的时候 我赌曼联把把赢 我赚的钱和你是一样的啊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赌球的这个 这个 赢利方式呢 我们 并不是说 这个 受到了球队的表现的限制啊 反而是呢 在这个 球队表现不好的情况下啊 你通过参加球队赚钱 赚不到钱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 我们的优势就凹险了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呃 这个 我们现在在 看待两个不同的商品啊 一个商品呢 就是这个 参加球队啊 这个呢 你只能赢了才能赚钱 输了不赚钱 我们另外一个商品呢 就是这个 土球啊 不管你输和赢 都可能赚钱 这个呢 就给我们赚钱 提供了两个选择 呃 我相信呢 这样的话呢 我们作为一个赌徒啊 我们可能很多人都在赌球啊 我们就能理解 呃 现在我们回到百家乐中 想一想啊 我们百家乐呢 如果是我们看路 我们打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等于我们在踢球 我们在里面 我们是这个排的一部分 啊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路嘛 你是肯定是要 往对了看啊 就像你踢球一样 你希望是赢球 这时候你才能赢 你呢 不会这个 故意输球啊 你你你不会的啊 呃 就像我百家乐一样 我们不会故意打错 我们的目标是赢啊 我们只有一条路啊 这个 不赢 即输啊 或者即平 就这样的 呃 这个时候我们想一下呢 呃 我们 打百家乐的时候就 就像选球队一样了啊 我们现在选到一个好的队啊 不是每个队都好的 大部分是不好的 这个 跟这个足球也是一样的啊 你碰到选了一个好队呢 这个 你也可能没跟上 也有可能啊 呃 反正这个 大部分情况下呢 我们会 这个 遇到失败的结局啊 这个时候呢 就就存在了单一性啊 呃 特别是像百家乐这个 这个这么随机的这么游戏啊 呃 这个 我们不赢就输 呃 你不压呢 不压根本赚不着钱啊 你压又输了啊 所以这个就 他的弱势呢 有时候就在这个碰到不好的牌的时候 被放大了啊 呃 但是呢 我们跳出来看啊 我们这个虚拟玩家的打法呢 我们看一看 其实我们跟赌球是一样的啊 这个球队 还是在 在踢啊 还是在进行 我们是一个 从一个第三方的角度看啊 这个球队呢 表现的好还是不好啊 就是百家乐这副牌呢 你 自己在看 这个 你打的路好还是不好啊 呃 如果你觉得你打的路好呢 你完全可以跟着他打啊 就像我们买这个 球队赢是一样的啊 我们把把跟着他打啊 那我们赢了 我们也赢 你也赢 我也赢啊 呃 如果呢 这个牌路你看的不好啊 那这个时候你在打的时候呢 你你跟着打呢 把把输啊 或者你不打 呃 我跟你反着打吧 我买你输啊 所以理论上呢 呃 你这个路看的不好的时候 我也可以赚钱啊 我真正赚得到赚不到啊 能不能捕捉到是另外一回事啊 起码理论上说 我是能赚钱的 啊 至于怎么捕捉 那这可能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啊 这个 我们起码啊 就是说 在你这个 呃 运气不好的时候 我们可以赢钱 或者我们想象一下呢 这个作为一个普通人呢 呃 在我们没有 能力啊 去在这个 为之英超球队参加比赛啊 做出贡献 获得奖金的情况下呢 我们还是可以从英超这个 比赛中还是可以获利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 就可以很容易带入这个 虚拟玩家的概念啊 这个就说呢 如果你是在踢球 你等于在百家落中 你压的是装和闲 我如果是赌球 我赌的是你输 或者是赢 那在你压装闲 压的准的情况下 你说我赢了很多钱 我跟你讲我也会 为什么呢 因为我跟着你压 但是关键问题出来了 如果你压的不准啊 你输了的情况下呢 这个时候我像我们赌球一样 我反而跟你赌 你压什么 我不压什么啊 这个时候呢 我是盈利的 所以呢 这个理念呢 用这个赌球的方式解释一下 大家都明白了啊 这个赌球是允许你赌一个球队赢 或者是另外一个球队赢的啊 如果呢 所有的这个赌球开的盘呢 他只是说赌一个球队赢 这个只赌曼联赢 那我估计呢 玩的人可能就不多了啊 或者呢 大家这个方针就变了啊 所有人都这个希望给曼联踢球啊 这个踢不了球的可能也要给曼联打工 可能给曼联这个球队洗厕所啊 这给他们洗袜子啊 对吧 通过这个方式呢 来支持这个曼联赢球 我们才能赢啊 那如此下去呢 这个这个曼联越来越强啊 他战务不胜啊 那这个赌盘就可能也不会开了啊 那整个这个 完全这个就 就失去了我们这个赌博的意义啊 你们说是吧 啊 好了 今天呢 我们就不多讲了啊 今天主要是这个 呃 根据网友之前提出的意见啊 呃 希望这个 用一种更平民化的方式啊 这个用赌徒的语言 跟这个 呃 我们这个 赌友们啊 分享一下这个 呃 虚拟玩家的出发点啊 呃 当然我们这里只是说出发点啊 呃 好像我们只是告诉你啊 你个 你不要在这个 球队里踢球了啊 你不如出来赌球赚钱更容易些啊 但是至于赌怎么赚钱 那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话题啊 我们首先讲的是这个 给我们一个赢钱的可能性 在可能性这个 前提下呢 我们再去挖掘 怎么提高这个 我们的这个命中率啊 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啊 这个今天不是我们要讲的啊 呃 好了 这个我觉得呢 这个虚拟玩家的话题呢 呃 它的复杂性在于它比较抽象啊 所以呢 我这个 用了很多时间去讲啊 希望大家能明白啊 以后呢 可能也就不需要再讲了啊 好了 希望呢 大家留言 订阅 点赞啊 我们下期呢 可以听一点别的 啊 多年 我们下期呢 那我们下期呢 走了 我们下期呢 我们下期呢 磨叹